我是不打算來的第一次 他學會跟我說我拒絕 怕他變得很瘦 但是後來因為我做了那個視頻 做了一個他的那個 小米亞一個視頻 我想他就讓我來分享一下 就來講一下 其實也是有些很多東西 想跟朋友分享 首先我認識田說是 0607年左右的時候 一起去滑雪 然後我曾經幾回過那個跳舞的那個 大家一起玩跳舞的隊 參加晚餐 他要去買盒飯 給大家跳舞跳舞 帶他來幫忙 他這個人的個性這方面 大家剛剛都講了 就是那種擴達善良真誠 還教朋友幫忙 這都沒得說 這個之所以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有那麼多好朋友 今天下午很多 有十幾個朋友在 在有朋友家裡邊 然後善良一下午 各個大小事情 要怎麼做 怎麼分擔一些事情 我是說 我是有一點東西呢 我是覺得 我其實 認識他這麼多年以來 我是有一種感受 就是過去這兩年裡邊 我特別強烈的感受到 他跟以前有都一樣 就是這是我之所以 特別痛心也特別可惜 特別難過的地方 因為我其實看到他一點一點 一天一天的看 就是往更積極陽光的方向發展的 一個道路 因為那個時候 他大概 人生總是每個人都有一些挫折 或者不平靜 不瞞過的時候 掙扎的時候 尤其像他這樣一個人 其實是可能有很多內心的精準追求的人 如果說表面的大家看 他玩玩樂樂 其實他心裡深處是 如果你看過他寫的一些東西的話 你知道他心裡更有追求的人 但是也許就是說 人總是會有低谷的時候 但是我現在看到他整個人 精神面貌各方面都好很多 我非常高興 然後就是前兩天我看到他 當初有封E-mail裡邊 就有那麼一句話說 I know I've been there down for a long time but I know I believe I can go through that finally 我覺得現在的時候 當時我看到那句話 我可能感受不這麼深不知道 但是現在你各位都看一下 你會知道 一個人是很有determination 就是那麼有堅定的信念的一個人 但是他現在是做到了 而且他會一步步更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之所以這樣就是大家特別痛心 然後我特別想總結幾個幾點 你想三點吧 一個是想到就是人生意 有很多朋友這兩天在想人生活 或者說為什麼宗教什麼這些東西 我不是宗教徒 但是我會想人生的意義 從這件事上你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為人真摯真誠 熱情友好善良激激陽光的人 他自己活得很快樂 他也會給別人帶來很多快樂 感染別人 他會即使他離開了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限 其實他離開了大家都會記住他 這也是一種友好 第二就是珍惜生命 大家都說珍惜生命 但是有什麼具體的行為想法 就像這兩天我覺得開車的時候 哎呀有的人好衝啊好搶啊 就是那種搶來搶去 然後你開車的時候打電話什麼的 這些細小的地方你不注意 就是需要就有可能就會這樣成大錯 騎車登山的時候帶頭盔 阿血車帶頭盔之類的這些事情 都要真的是要保重自己 為你自己喝 為你自己愛的人和愛你的人 最後一點我想說就是大愛無疆 我覺得真的是人生最美好的東西就是愛 就是因為你現在大家很痛心 所以你會覺得我會想到就是說 所謂我可以說痛 我之痛所謂人之痛就是你也會愛 人之愛就是你會想到你周圍的人 每個人都有脆弱有軟弱的時候 你都可以應該更加快樂體諒別人 這個生命是最高最大的 其他很多事情都可以忽略都可以 所以我是希望這裡面神基督我不太懂 但是我知道總是說他是一個大愛的一個神靈 那他的愛是高於獻給所有的信他的人 不管怎麼樣 我是希望我們多多少好對人生生命有一種聯繫之心 最後就是我想說真善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 愛是人類永恒的一個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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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